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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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才能够脱离十八经 所以特别的两句来劝联我 你就是修福修得再大 你将来的佛报 做大凡天王 做摩西守罗天王 你都不如皆由求正确 坚决勇猛精进 念佛往生不退成佛 这才是正法 这个做法呢 那就对了 这个年纪的教诲 我们要常常记在心中 佛要修 修福绝定不能着想 绝定不能向佛 佛也想就迷了 生活一奢侈 苦日子就过不习惯 佛知道我们众生 烦恼稀奇很重啊 所以在入涅槃之前 告诉我 以劫为思 又告诉我 以苦为思 特别是出家修行人 生活清苦一点 好啊 生活苦一点 对这个世纪 没有留意 没有贪着 这个世纪不可爱 常常常有总之心 有愿意之心 这个好啊 如果生活 过得很舒适 很自在 这个世纪不错嘛 很快乐嘛 留念这个世纪 你就出不了 六道轮回 那就错了 所以佛教给我 以苦为思 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如果有福 佛报给大家去想 我们自己不要去想 紧着心 才能够提得起来啊 世主世纪 一切法 绝对没有贪念 金宗法门 古德讲的 信念之心 才能够保认 在保持 任运的保持 向往西方极乐世界 念其所复世界 对这个世界 没有留意 金宗求真 是自己求成佛了 这个邀请 一切祝福如来 他对你 希望什么呢 希望你快快成佛 而不是希望你 对祝福菩萨的供应 他们不需要 是希望你 真正放下 妄想分别之主 明心尽心 尽心吃福 这时 祝福菩萨 教化众生 真正的目的 真实的期望 这个我们 不能不知道 杜舍六根 金念相及 这就是 金庸求真 杜舍六根 就是世心 普通人 心都是 圆外头 都是圆外头 尽心 都是圆 猜测 您是谁 他就圆这些 圆无一不准 他心都在外头 都是六根 把心收回来 我不对外 我对面 那是 那是自信 金念相及 金念相及 这个念是 念阿弥陀佛 金念 就是清净心 不怀疑 不夹杂 相及是相续不断 心里头 念念 有阿弥陀佛 无量寿经 也是这个意思 法谱地心 一向专业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一个目标 亲近阿弥陀佛 一个方向 西方基督世界 除这个之外 是随缘做的 遇到有缘 走 行菩萨道 帮助苦难 随行菩萨道 心里还是阿弥陀佛 没妨碍呀 把功德回向 给阿弥陀佛 你看这个都有意思 我做一些好事 我代表阿弥陀佛做的 这就很好了 没有离开阿弥陀佛了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无论干什么 都是念佛 都没有离开念佛 这就叫金庸求真 如果我是财 想得财 是法 想得聪明智慧 那就不是 不是金庸求真 我无论干什么 我都是求 往生西方基督世界 阿弥陀佛大慈大悲 看到苦难人都会帮助 我看到了 我代替阿弥陀佛 帮助苦难人 我一切都不想 只想早一天到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见面 这就对了 这就是金庸求真 一心念佛 哦 咳 Méu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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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